我是許仁凱的大學同學 通常我介紹他會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套路 然後我想在這邊跟他們分享 第一個點就是 你不知道許仁凱的身高高還是智商高 就是兩個都很高 而且先一天他去做了健康檢查之後 發現他又長高了兩公分 我猜你們應該還不知道 他是一個從來沒有考過大考的男人 然後這件事情只要一講完 通常就是大家就會震哲 然後第三件讓人覺得 哇就是他還在 擁有國家認證的扁平族情況下 他可以灌籃 這件事情是沒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的 得智體群美好像幾乎都有這樣 哈囉呼吸微笑喔 大家好 幫我beach的笑一張 beach的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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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很好非常好 你剛剛是拿著你的笑 不是 不是 別人在笑 我剛才叫beach耶 我剛才叫beach耶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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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剛剛好像被 individuals笑 行嗎 不是啦 畢情笑 牠剛剛我喜歡 Was 屁股笑 等一下你現在看 你不能再看著我 你要享受好不好 好好好 享受嘛 太難了 左邊右邊大家看一下 拍過 我拍過 拍過 你也全部都放手了 好 我還沒講 就是做到還沒出來 所以先不要放 好 不要 這狂作 不要 他還在說 欸 我要這樣摸 這樣摸 他還在這裡 好 這樣 太棒了 來囉 歡迎參加囉 陳戰莎好美 快點來 好美喔 好美喔 好來囉 哈哈哈哈 那麼一天要教船船嗎 好來囉 來 3 2 1 拜 喔 打到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那麼用力 可以可以可以 繼續用力要放 就直接用力了 肌肉要自己 出來 就要不要這麼好出來 我都不知道 你先用主團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四位 好 等一下喔 為什麼我覺得你好像 這樣 說啊 你是女朋友嗎 說啊 你是官方嗎 是不是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這一位 女方代表 劉宥辰 大家都不曉得 在彩排的時候 媽媽把女兒的手 交給新郎那一刻的時候 通常應該是要 媽媽跟新郎新郎 哭得累人了對不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也一度快哭了 但是我轉頭看到一個 哭得比我還慘的人 就是他 他站在邊邊 被唾棄 好 講講你一下 你的心情好不好 你看 他真的 現在又哭了 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又成嫁女兒啦 又成嫁女兒 許倫凱在我們的戲上 有很多很多的傳說 有一次呢 他坐在我們戲上的K書中 的時候 旁邊某一位同學 他就說修一門課 但是那門課許倫凱沒有修 他就問一下許倫凱說 欸 你會不會這個問題 然後許倫凱就說 你課本借過 15分鐘之後 他就說 不會 我其實不知道這件事情 真的還是假的 還是就是有人 以而傳而告訴我 但是我就把它當成真的 然後我就到處跟別人講 這個故事 這樣 我每人講 都不itaire 我每人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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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再視她